史克朗妈妈摆了很多份球 数一数一共有多少个 如果还要求列算式 那又该咋列呢 不难发现可以横着数 再把每行的份球数加起来就能列出算式 数一数分别有 1 2 3 4 5 4 3 2 1个份球 列出算式 就是1加2加3加4加5加4加3加2加1 算算结果是25个 当然还可以数着数 不过算式是一模一样的 那除了这样列算式 还有别的方法吗 当然有了 你只要把它转一下 就会发现每排的份球一样多 其中第一排有1 2 3 4 5 总共5个 也就是说每排都有5个份球 数一数一共有5个5 列出算式 就是5个5加 得25 又因为相同的数加就是乘法 所以算式还可以写成5乘5 同样是25 怎么样 计算是不是比刚才更简单 如果小屎克朗把中间的份球都吃光了 那此时还剩几个份球呢 同样要求列出算式 那仔细观察 你就会发现 每边都有5个份球 共4条边 那结果不就是4乘5的20个份球 嘿嘿 错了 因为这么算的话 4个角的份球就都被数了两遍 那就多数了一遍 得减去才对 20-4得16 16才是正确答案 通过这个例子 你会发现如果每边的份球都算的话 那就会重复计算每个脚上的份球 因此可以把每边的份球都除去一个脚上的 像这个样子 那每边只剩4个份球了 总共4条边 那算式就是4乘4 得16个 当然还有其他的算法 比如4乘3 再加4 同样得16个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键要按照一定的规律来数 这样才能做到不重不漏 另外还得根据数的规律 列出正确的算式 这样就能算出答案了 怎么样 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 就赶快去做题抢金币吧 就赶快去做题抢金币吧